哇 这是上海南京路上的美特斯邦威 大家可能来逛南京路的时候都应该看到过 很大的一家店 在南京路最中央的 然后这家美特斯邦威没有了 关闭了 你们看啊 这个美特斯邦威下面挂着招租电话 如果感兴趣的网友也可以打上面电话 看开了15年了 15年的一家店 这个店面是在福州路 开了21年的肯德基 开了21年了 没有躲过以前 现在关门了 这个肯德基对面原来是和府捞面 和府捞面没有了 现在是珠光玉火锅馆 可能是近期刚刚开业吧 看这长队 全是排队的 也不知道这是真的时刻呢 还是托儿还是什么 反正排了老长了 肯德基没有了 前面这个上海书城啊 不知道是在装修呢 还是还是关门了关闭了 这个福州路啊 被称为上海的文化一条街 为什么叫文化一条街呢 因为在福州路上面有上海书城 古籍书店 外文书店 还有黄埔图书馆啊 而且还有很多卖这个文房四宝啊 然后卖一些圈纸啊 一些文化产品上的东西啊 所以说福州路啊 一直是被称为文化一条街的 但是呢 疫情以后啊 福州路的变化是很大 我觉得这个肯德基啊 或者是麦当劳 其实是可以看 可以象征着一个地方的 它的一个经济的 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啊 就是说上海啊 现在已经步入全球第四 就是GDP总量啊 第四的一个城市啊 全球经济总量 第四的一个城市 但是呢 但是我们想一下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应该是 呃 跟市场上的一些反应 是成重比的 但是呢 我们走到街头来看一看 逛一逛的时候 就会发现啊 包括像我们刚看到这个 福州路上的苦德基啊 营业了二十一年 都已经关闭了 大大小小的一些商铺 很多 很多特别是餐饮店啊 更新换代的特别快 很多 这个老板啊 也是处在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濒临这个 倒闭也好 或者是干不下去也好 都是在这个边缘徘徊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也不知道我们这个 经济是怎么预测的 来看一下 福州路 是怎么预测的 既然还能 排到全球 第四城市啊 就越 越升为 他们那个行为是这样的 越升为 也就是说是进步的 但是看看这个大街上啊 这为什么是成帆笔的呢